你好要花开,你好要早餐,你好要大肥 开心坏了呢,大舍的小朋友 就是呀,早餐都不想吃 我说你不吃早餐,哪有力气 不要力气 不要力气 今天我们三个选择来到海边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到三亚旅游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特别是对于自己 我身上穿的衣服 永远不会超过两百块 所以来海边旅游 对于我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这个海真漂亮 这个梦想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来来来,涂防晒霜来 先涂防晒霜呀 美女给你涂防晒霜最爽的 小子,都说咱俩俩对脾气 还真是 现在防晒霜都这么高级了吗 不高 这个算高级 David,David,脸上 你咋不给我奔呢 脸上要贵的 快 我多点凉就可以 一百多这个 我可 我才三十多岁就想把我买了 哎呀,涂得跟特种冰呀 你真的是给他 过来,David,我帮你在这里 他一直动啊,David,过来 完了,已经完全不听话了 我要去游泳去拍礼物 我要脱衣服 脱衣服了 你不要拍我大肚子 肚子真的很冷 哇,好大的肚子 今天海水有点冷啊 对 他是不是时间还没晒够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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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浪怎么这么大呀 那在啥给你拍视频呢 你带着你的双摩胎一起来了啊 对呀,我也拍个水 照片 好好,给你拍照片啊 我等一个海浪过来啊 等一下,我再等这个浪过来 好吗 我敬业吗呢,大神 就差把手机放到海里去了 好开心啊 完了,完了,战斗民族 要把孩子认水里了 这么大个浪,你把他放在那儿 那大神跟我讲 孩子从小就要乘风破浪 不畏艰难 话还没说完 他就把戴维丢进了海里 今天海里的浪太大了 很多周围的家长都选择让小孩不要下水 但想起18岁刚到俄罗斯 没有经受过锻炼的自己 让孩子提前一些感受风浪 是必要的 毕竟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孩子们将会面对什么 海边拍照啊 主要要拍出他这个浪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你们俩看海里就行了啊 看海里 然后我给你拍 我给你找角度开广角 得到的照片是这样的 付出的代价是这样的 在手机信号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 上午的海边游泳彻底宣告失败 我们一家屋口只能来到了小朋友的泳池里面 我刚说过自己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自己舍不得买新衣服 也舍不得出门旅游 我想很多父亲或者丈夫都跟我一样 如今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精彩 可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看到他们脸上满意的笑容 我们也就满足了 别人都说孕妇不能碰凉水呢 他们有的也很开心 David 开心吗 这个鳄鱼准备了多久了 几千一桌也买了吧 我的天哪 怎么就David一个是这样脱衣服 你不把他晒黑吗 不是他这样是补充维生素底 补充维生素底之后 他这个钙会容易吸收知道吗 就是穿的太好反而不好 对啊 我这个肉太多了 所以我就穿了衣服多一点 我要是就 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就穿了毕竟也都没问题 只要我们那边的人 就是在他那个散额了死了 这边心气就太白了 说明很穷 白也不好啊 多了 就是白了之后显得 但是不健康 显得你没有钱出去旅游 那是不是我们中国皮肤黑点小伙子 容易找到对象呢 对啊 没错啊 知道了吗David 好 待会儿现在找到一个小姑娘 可以陪她一起玩吧 鳄鱼都拿出来了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点像我 看到你儿子了吗 一点都不小气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生上了 你看猫睡的脸上全是口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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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上游 可是上午游泳太累了 睡得跟塞尔人一样现在偷味 嗯 真的吗 真的耶 我看不到 终于赶上了海滩上的夕阳 昨天错过了 对 来老公我帮你那个吻一下 进游开袋吗 进游开袋的 在这里你 在这里特别容易 在这里我看到 哎呀这浮我的天哪 一天八个小时的游泳 让我体会到了 这位来自西北的外国人 对海滩和阳光的热爱 哎呀很爽呀 妈妈海滩好大呀 每次看见这对母子 我的心里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安逸 有人总说搞艺术的人化行 也许他们只是没有碰到自己的谬思吧 咱比你小绿帽子好漂亮呀 我的 哦你抢着戴这帽子你们俩 妈妈先连我 那大事 把这个帽子给我 我给你拍张照片 你戴上 戴上就算了 我给你拿着吧 拍完了呢 为你亲手戴上绿帽子 戴戴好自己戴戴好啊 你没有给我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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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带啊 你没有带啊 一起在睡前向往了无数次的 阳光 沙滩 傍晚 爱的人 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些要素集合在了一起 那大事跟我说 上次来三亚她玩的并不开心 原因是因为没有我的陪伴 她跟我说了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话 我们平凡人没有办法独自度过精彩的一生 平凡的幸福就是稳稳的幸福 稳稳的幸福肯定来自于陪伴 她说她并不羡慕别人 走过世界这么多个国家 因为毕竟海的那头还是海 而山的那一头还是山 与谁一起掠过这些山川 才是人生最大的亮点